哈囉 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薩達小教室要來跟大家分享 西納卡瓦卡神廟的位置及攻略法 地點在座標-1417 0756 0089 名為飄蕩之物的神廟 這裡有三個關卡 一個寶箱 進入神廟之後呢 會看到右邊有一個熱氣球 被卡住 在撞天花板 這就是一個提示 我們要將左邊的熱氣球升空到上面 首先呢 我們把熱氣球跟木板做結合 把裝置組合好 放在好的位置之後呢 拿起火把點火 站上去 這樣氣球就會上升 第二關呢 會看到柵欄上面有一個按鈕 這一個呢 就是要將熱氣球升上去 把熱氣球利用救急手放好位置的時候呢 把火柱移到熱氣球內就會升空 順利過關 第三關呢 是要將小球送到洞內打開柵欄 大球送到洞內的話呢 就會打開寶箱的柵欄 這裡呢 把熱氣球跟大球還有小球集合在一起 然後把火龍頭放入大球的熱氣球 把火柱放入小球的熱氣球 這兩個呢 都會升空 我們再爬回高處 利用救急手把大小球拉到定位 這樣就可以拿到寶箱 同時也可以順利過關啦 好的 以上就是神廟的解題方法之一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什麼超有創意的解法 炸打最讚的呢 就是有1萬種解法 如果你有更酷的解法 可能就要大家在留言區分享 給我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